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最近有这么几条消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看到了这次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不是访华结束了吗 上期节目讲到了 拜登不小心说出了独裁者这个词 形容习近平 结果引发了争议 那么其实除此以外 美国的军舰就在21号的时候 还穿越了台海 所以可以看得出 就是美国一方面的跟你谈 另外一方面我该有什么动作 还会有什么动作 而中国最担忧的就是这一点 他就怕你跟我谈之后 你并没有对中国的围堵跟制裁 有任何的松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揪着所谓独裁者这个词不放 然后中国的从外交部到驻美大使 对吧 都特别高调的去抗议反对 他们不是抗议这个词的问题 而是实际上他背后美国态度问题 他觉得你态度不诚恳 但是问题是 美国一开始就像我说的 他本来就不是把我这个诚恳态度 要跟你谈的 因为他知道中国不会改变 我谈是因为我背后有商界的压力 OK 还有盟友的压力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中美的关系不会因为布林肯访华 而改变 双方的关系还会越来越差 走向冷战的高潮 那么讲完美国 我想回过头来讲一下台湾 我看到有观众说 让我不要讲台湾的议题 因为有观众 他在台湾大选这个问题上 跟我的意见不一致 可能是反对民进党 支持民众党 支持那个柯文哲的 所以不想让我谈这个话题 因为他不希望我影响到其他的台湾人 改变他们的选择 最终导致他中意的候选人没有选上 我理解他们这种担忧 但是 那我做节目 我肯定要把我想说的话讲出来 对吧 你可以说我不懂台湾或怎么样 我也承认 我并不是 我肯定没有台湾人了解台湾 但是 我之前讲过我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愿意听就听 不愿意听 或者说你就是任何 柯文哲 那我也没话说 反正选举权在你手上 选票在你手上 你怎么投 我管不了 对吧 我只是把我的个人看法讲出来而已 我不一定说 强求大家 我的每一个观点 大家都同意 这是不可能的几乎 我讲了这么多的内容 现在有上千期 将近两千期的内容 这么多的观点 肯定有一些 跟大家不一致的地方 那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可以去探讨 柯文哲最近有两件事情 我想讲一下 一个就是他要恢复服贸 跟中国去谈判 他曾经反对服贸 然后民众党说什么呢 说柯文哲过去没有反对服贸 他只是反对服贸当中的暗箱操作 你这不是玩一个文字游戏吗 你这服贸里边 服贸协议怎么可能没有暗箱操作 我就问对吧 怎么可能没有不平等 你跟中国谈 你本来就处在一个不平等的条件下 他不可能把你当作平等对象来看待 这种情况下你去谈 一定是矮化台湾 一定是让台湾吃亏的 除非是 他抱有期待 就是说 选择你能够给你好处 然后让你执政 但是让你执政之后呢 这个好处不是白来的 你肯定要回报给中国大陆的 所以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不要觉得说你从中国那能占到便宜 或者是能够平等的谈判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谈就一定是落入对方的阴谋 而这个柯文哲之前意识到这一点了 对吧 但是现在他居然说要谈要合作 他当选之后 别人去谈就不行 就是一定是暗箱操作 国民党谈就不行 你民主党谈就行 没有理由嘛 你怎么能保证你就没有暗箱操作呢 你怎么保证你就能够跟习近平平起平坐呢 这不可能的事情 连国民党做不到的话 民主党更做不到了 然后这是一条消息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 虽然有些人是支持柯文哲的 但是在这个服贸问题上 大家是太阳花一带 对吧 大家是反对这个服贸的 之前是攻占立法院 是这个反对国民党 很多人是成为了柯文哲的粉丝 结果柯文哲为了讨好商技 为了讨好台商 为了明年的大选 他要做取舍 所以他说出这个话来 应该会得罪一些台湾人 他的考量是什么呢 就是说 反正大家都支持我了 我说什么大家都会支持 那我为什么不说我支持服贸呢 因为还能够获得很多商界的支持 很多包括中国大陆的支持 他是这么想的 他可能判断 他会流失一部分年轻选民 但是大多数选民还会stick to him 还是跟着他走的 因为大家已经上了贼船了 你跳出来没法跳了 所以柯文哲说什么 你都能想办法找到一些借口 替他原厂 即使他的这个看法 跟你过去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 但是由于你已经表明了支持柯文哲 你完全否定了民进党和国民党 这个时候你没有路可走了 所以说这些人就只能像这个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住 只能含泪支持柯文哲 这是柯文哲自己的 我想象他的判断 他觉得他不会流失太多年轻选民 即使他支持服贸 这可以看得出来 对吧 就是他的这个政治算计 还是很清楚的 那么年轻人就应该好好想一想 你到底是不是坚守自己的理念 你不能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人了 他说的话 你就支持 同样一句话 是不喜欢人说出来的 你就反对 你到底是 有没有自己的立场 有没有自己的信念 另外还有一个事 就是他过去的2016年 有一次讲话当中 他提到说他不会选总统 即使中国方面一直在劝他 让他竞选 这个话被现在很多媒体给翻出来了 很有意思 就证明了 中国政府是在想办法去扶持台湾第三势力的 因为他看到了国民党 是不太靠谱 或者说有点扶不起的阿道 他们肯定想扶持更多的政党出来 中国对台湾的渗透一定是全方位的 它不光是渗透某一个党 你说他有没有想办法渗透民进党 肯定也有 肯定也有 只不过民进党今天当政 已经拥有政权 而且抗中保台是他们的法宝 所以渗透民进党比较困难 但是渗透在野党是最容易的 因为在野党有需求 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需要一些台商的帮助 不管是经济上面的 还有政治动员上面的 所以台湾的很多的在野党 是必然被中共渗透 做充当中共的一个统战工具 我很早之前 我记得在上次大选的时候 我做节目就讲过了 我认为民众党就其中一部分 这次看到柯文哲过去的讲话 被掀出来 果然他说了 中国方面想办法让他去竞选 一直让他竞选 但是他一直都拒绝 现在他没有拒绝了 又真的竞选了 这不是符合中共的意愿吗 所以说挑战民进党 是中共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到 这符合中共的利益 因为灭掉了民进党 剥夺了民进党的政权 任何党派 不管是国民党民众党 执政这样的总统 在共产党眼里 必然是比民进党更加软弱 更加接受统战的 所以说台湾内部的分裂 矛盾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竞争 是共产党最喜欢看到的 他们最想要的 这就为什么他发动了大量的网军 在配合柯文哲 我看到很多网民 骂民进党 甚带着骂我 很有可能 看他的写文字的方式 措辞 就是中国大陆的 不是台湾人 他们就充当台湾人 假装充当台湾的选民 然后骂民进党 甚至骂国民党 但是主要是对付民进党 因为为了帮助国民党和民众党 所以说大量的这样网民 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台湾人 虽然用反底字 用正体字 你不知道 所以说有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样的言论 如果特别过于极端的 我就拉黑 因为我觉得他八成十五毛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 没有那么极端 我觉得台湾人 也不排除有极端的人 就是大多数人 还是比较理性一点 就是你没有必要把其中一个党 说成是evil 说成是没有任何的可取之处 然后完全就是邪恶的 腐败无能 然后甚至独裁 比共产党还一个独裁 如果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话 那就正好落入了共产党的陷阱 所以我觉得大多数台湾人 还是比较理性 就是你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 和自己的信念 去选择总统 对吧 选择自己的选票 投给谁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这么极端的 去否定某些势力 某些个人 我虽然在节目里面批评国民党 批评国民党的种种行为 但是我之前讲了 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 对吧 我说了 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是人民用选票选择的 因为很多地方的政府 和地方的政治 人们对民进党就是不满 对吧 有些国民党的党员 或者国民党的一些选举的 候选人 可能就是比民进党候选人 更受欢迎 对吧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在九合一选举上 我就讲到了 这些内政问题 但是今天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 不是内政 谈论的是总统大选 是带领这个国家的 整体的方向 整体的战略方向 和国家定位问题 那就一定要选择一个 比较稳健的 在这几个问题上 在外交 军事 对吧 国际政治 这几个问题上 比较稳健的一个候选人 那么 非赖清德莫属了 而且他又有执政的经验 作为这个副总统的经验 所以 我还是比较尊重 台湾 选民自己的个人权利 你选择谁 是你自己的事 OK 那么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只是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这是我的看法 如果我是台湾人的话 我可能会这么选 但是 因为我不是台湾人 我不知道具体 你受到谁 谁的侵害了 或者是 更喜欢谁 所以说 每个人自己的 想法 意愿 那么你就投票就好了 当然 也有可能有观众 看到我的说法 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然后 按照我的想法 去投了票 那么 也许这是我对台湾 政治的 一个一点点小的影响 但我不相信 这种影响是有决定性的 其实这就是我们 自己私下来交流一下 好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